最特別的是你知道嗎 我剛聞著它喝起來臭臭的 溫泉水那種流氓水的味道 OK 那我們現在又來到了一個階梯景 那這個階梯景跟我們在德里看到那個就完全不一樣 我們德里看到它是一條嘛 直線下的 那這個呢是在哉布爾這個地區 加拉斯坦邦他們這邊的 他們喜歡用這種菱形式的下巴 給大家看一下長這樣 1 2 3 很特別啊 像這樣 有沒有大家應該在很多的 印度的一些IG照片上有看到類似的 對 因為他們這種階梯景其實很多 那大家會看到最著名的那一個呢 是叫月亮景 那這個不是 對 月亮景那個比較遠 它是一個比較深啦 那個景非常的深 那這個就沒有那麼深 但也有類似的風格 就在琥珀堡的旁邊 好吧 旁邊的警察不讓我們下去 因為 因為 好的各位 那我們剛才不是去了那個階梯景嗎 對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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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這個階梯景呢 剛才旁邊就有警察 他是跟我們說 其實這裡是 這是不允許下去的 對 你只能在外頭看看 對 對 然後呢 但是呢 他就跟你講說 You can go 有這個好說話 2分鐘 2分鐘 然後你去拍個照 然後我就問他多少錢 他一開始跟我講說 1000塊 1000Ruby 好 然後說 如果你是要跟政府 申請那個 Permission的話 有5000Ruby 當然 我覺得 這個都是扯蛋啊 那 也可以殺假 你可以跟他盡量殺 好 那 因為今天呢 人比較多 所以 我覺得比較不好殺 如果人很少 他就無所謂 對 因為 快關的人多 你反而不好殺假 對 遇到價格要更好 就讓人下去 而且 而且他也不好讓 就是當地人都知道說 喔 這種殺 對 不要做得那麼明顯 那麼肥爛 這種殺假是 就突然 對 對 跟他們聊聊天啊 哈哈啦 然後呢 後來 我們就殺到 500塊Ruby 那 其實我聽 那個 我們的都督車司機 跟我們講說 大概一個人 就是 兩個人去拍拍照 可能兩三百Ruby 就有機會了 對 那 沒關係啊 反正就是 拍一個網美照 好 好 那我們現在要去 下個地方了 走出發 對於這種警察 來亂收錢的事情呢 可能多數的台灣人 會覺得不可思議 但是呢 在一些經濟 比較落後的國家 這都是時常發生的 所以 我們也早就見怪不怪了 例如上一次 我們在東歐的 蒙特內哥羅 也碰到了警察 來亂收錢的狀況 或是呢 在東南亞的部分國家 也時常會遇到 有的時候啊 有的時候啊 這些警察甚至會很明白的 直接跟你說 他要的就是咖啡錢 所以碰到這種狀況呢 大家也不用慌張 他們目的就是要些小錢 不會真的對你怎麼樣的 所以就講講價 花小錢消災囉 好 好 OK 那我們的 我們剛剛請我們的 杜杜特司機 帶我們來一個 就是 他認為比較好的一個餐廳 對 是真的環境比較好 環境很不錯 對 然後呢 他是在 就是 算是吃 這個地方 當地特色的一個食物啦 對 我們等一下會拍給大家看 我們到底吃些什麼 好 那首先呢 小皮又點啤酒了 而且是他推薦我 不是我點的喔 哈哈 你點了一個穆斯林推薦的酒 真棒 哈哈哈哈 這個 給大家看一下 上面有一隻蜂鳥 上面有一隻蜂鳥 好喝啊 跟台皮好像 跟台皮很像 跟台皮很像 一口試試看 喝起來真的滿像台皮的 冰冰喝喝還滿順的 滿順口 對 他就是不冷 就是 就是應該這樣 不變 對 如果不變的話 應該是很苦的那種 他不會苦啊 不會嗎 好吧 反正我不喝 再來再跟大家說 哈囉 OK 那我的飲料也來啦 這個飲料 他有一個很神奇的名字 叫拉西 不樂會拉 希望喝了不拉西 好吧 他真的叫拉西 他是一種 呃 優格 然後加上一些香料 這樣子 那我點了這個 就是 比較常見的 叫芒果拉西 芒果拉西 OK 那 我喝喝看 好喝嗎 其實還不錯 喝起來是四味 就是 芒果優格 你喝喝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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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鮮味 聞不出來 嗯 其實還不錯對不對 酸酸甜甜的 嗯 就是芒果原本的酸 再加上那個優格 對 然後其他的香料其實吃不太出來 對 都不太出來 我知道 有一點點像那個 芒果西米露 嗯 那種感覺 但他沒有露 他沒有那個豬豬 嗯 很好喝 讚 OK 然後豬皮呢 又點了一個飲料 我太累了 這個飲料呢 他叫做 檸檬汽水 聽起來很簡單 很正常喔 但是我們剛剛試過了 他一點都不簡單 他喝起來蠻奇特的 他是一種 就是 呃 蘇打水 加檸檬 對 然後他加了鹽 沒錯 就讓他沒有那麼酸 但是有一股鹹味 嗯 然後呢 最特別的是你知道嗎 我剛剛聞了 他喝起來 臭臭的 他喝起來有一種 那個 溫泉水 那種硫磺水的味道 嗯 我還是喝酒好了 踩雷網 好啦 吃飯吃飯 我們菜快來了 好啦 我們的餐來啦 這長得好特別啊 這個是 在這邊 最 傳統 說最 蠻有特色的一道菜啦 對 這個東西叫做 塔利 塔利 它其實就是 好像是各種餅都給你一塊 然後 各種醬都給你一塊 對 那你就可以東吃一點西吃一點 我覺得這個 其實對遊客蠻友好的 嗯 對不對 好 那它這邊就有 呃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各種的餅嘛 像這種是脆的 嗯 這種是嫩 然後這種是其他口味的餅 然後這個是飯 然後 這個有點類似馬沙拉什麼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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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OK 這個真的 他說他不是馬沙拉 他就是一種醬 然後這個是 就是 蔬菜的 就是 我也不知道 攪一攪 然後呢這個也是一種醬 這也是一種醬 那至於是什麼醬 我們等一下吃吃看才知道 也有可能跟我們吃不出來 然後這個是 呃 也是一種 一種拉西 但它是一種拉西的醬 它不是拿來喝的 喝的 然後這個是甜的 嗯 看起來有點像果子 梅 梅子那種 喔 番茄梅子之類的 有點好像喔 好像是番茄醃梅子喔 嗯 不知道等一下吃吃看 好啦 我們有請 Jubi GO 餅我們就不多做討論了啦 因為餅差不多啦 吃過了 對 馬沙拉好像 其實吃起來很像馬沙拉嗎 有沒有不一樣 沒有 我覺得差不多 因為它是香料 OK 其實它也是一種香料味的 類似於馬沙拉 我要跳過這兩個圈子這個 因為這個我實在太好奇 綠綠的 長得很像怪物的一個 我實在不想說 它看起來真的很像羊大便 你不要說 就羊拉西 你不要 你不要說 它是什麼口味 酸酸的這種 蛤 就是 它吃起來 然後那個馬沙拉的香味 對 它過了一個香味 酸的馬沙拉 有點像 苦嗎 我覺得綠的東西看起來很苦 不苦 不苦 它怎麼看起來就像膽汁 還是什麼都鬼的 呵呵 你自己的眼睛 你是不是都會好過一點 好喔 你吃看它吃 嗯 嗯 甜的欸 甜的 對 拉西本來就甜的啊 優格嘛 但它甜中還帶著別的東西嗎 它 吃起來真的就是純甜 沒有那種優格的味 OK OK 像奶 像奶味 可是它沒有奶味 就是有點很甜很綿綿 這在怎麼吃 呃 就是很甜的那種 優格 但是它沒有那個優格的酸味 這樣子 了解 好那就目前而言 哪一個最好吃你的 第一個吧 第一個 雖然中間這兩個沒嘗試 呵呵呵 就最普通的就是最好吃的啊 嗯 對 OK好 那換我 好現在是艾瑞的環節了 我來嘗這個 這個餅 嗯 這看起來很像蛋餅 很像那個咖哩餅 啊 咖哩餅 嗯 咖哩顏色的餅 你看一下有沒有淡淡的咖哩味 還好 其實聞起來還是餅的味道 還是那是薑黃餅 欸有可能喔 嗯 我覺得有可能 你說得對 好我先吃吃看這個 它感覺底下有料欸 它有這個 這個這個奶豆腐 啊 它底下有那個奶豆腐 嗯 你吃了嗎 呵呵呵 嗯 這是給我 哈哈 它說這是一種 起司醬 喔 好不好 I'll call you cheese muscle 呵呵呵 OK 那我再試試看小屁沒吃的這個 吃起來什麼味 我覺得它是一種 豆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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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磨爛的那種 但它有那個麻沙拉的香味嗎 還好 比較沒有那麼麻沙拉 好喔 嗯 然後 好吧我再試試看這個 羊拉絲 眼睛閉著吃下去 你就沒感覺了 嗯 這蠻好吃欸 嗯 嗯 就是有一點酸味的麻沙拉 可是它看起來真的很噁 嗯 但是蠻好吃欸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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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吃吃看拉絲 好難形容喔 很甜對不對 就甜甜的 然後沒有奶味 沒有那個優格的酸味 然後有一種香味 我剛剛沒吃到香味 香香什麼 花瓣的味道 花瓣 我吃看這個 好 這個吃不動欸 這個是直接撈起來吃嗎 我知道 我沾沾在旁邊吃 蜂蜜 還有蜂蜜 好吧 那基本上就是這樣啊 他們吃法呢就是 你有各種餅 然後中單雞蛋 中單雞蛋 這樣沒種而吃啊 你好忙喔 覺得還不錯 我覺得這道美食 看起來特別忙碌嗎 但是我覺得真的是 蠻 就你可以嘗到各種味道啊 嗯 也是品嘗所有的味道 非常純 大家可以來吃吃看 好 那我們開動 好 好啦 那我們這一集的影片呢 也就到這裡結束啦 希望大家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幫我們訂閱按讚分享 然後開啟小鈴鐺 才可以跟著我們繼續冒險喔 好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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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